我要提出来要求政府 就是必须要各种类型的企业家学校 要建起来 财政要有点补贴党 对吧 你那个税收上来以后 你得要给企业家的自我发展 能力提升 要提供一种功夫的 这个功夫不就是包括这个教育 非常多的教育 有些是这个经营方面的教育 有些是对贵人风险的预判的这种能力的教育 在理论课当然高效为主 但是实战课是大手拉小手 就是有经验的企业家 本是张老师 就他是一个师父带徒弟的方式 这个队伍的训练 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 就政府应该很早就要提供这个工作 这也是这个实际上经济先方地区 它做示范的一个功能方面 这样的话 梯度发展以后呢 别的地区的 也可以按照真江这样的经验 连去 及早进行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